全油管最快新闻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照开发布会 海关总署负责人介绍 2023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.76万亿元 增长0.2% 好于预期 其中 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2.8% 占比46.6% 拉美和非洲分别增长6.8%和7.1% 对欧盟和美国进出口回暖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增长6.3% 占总值的53.5% 出口方面 集电产品占比58.6% 新三样产品出口额达1.06万亿元 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出口额增长2.7% 占总值的18.4% 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15.6% 2023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国家和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增长明显 这体现了我国高水平开放政策的推进和新业态的发展 但进出口总值增长仅为0.2% 还有提升的空间 希望能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 提升产品竞争优势 推动中国货物贸易实现更好的发展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小天下事